从小的时候呢 因为父亲工作比较忙 然后呢 我呢 比较小 他经常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单位 我当时呢 就看到父亲加工的产品 其实感觉很神奇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加工 他是干车床的 就一个个的棒子 通过他加工以后 变成一个很光滑 亮丽的一个产品 后来呢 他带我去的时候 看到他加工的是 他使用的是加工中心 通过机械手呢 自动化 然后把一个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一个毛配料 加工出来一个产品 我当时问他父亲 我说你加工的这么神奇 这加工是什么 父亲说 这都是飞机的零幕件 我说飞机的零幕件 这都是飞机哪一块零件 我记得有一次 父亲指的飞机就告诉我 他加工的时候呢 就是天上飞的直升机 是有起楼架 还有悬翼的零幕件 我当时就感觉父亲好伟大 我也要像父亲一样 以后呢 也生产直升机 我19岁呢 就进入了飞机加工厂 当时呢 主要负责飞机的升力系统 和起楼架系统的零幕件生产 虽然感觉都是加工生产 但是飞机的零幕件 关系到飞机的性能 和驾驶员的安全 所以我当时就会为这0.01毫米 去叫机和认真 因为只要超差0.01毫米 产品就必须要报废的 我当时呢 通过努力和专研 使产品的效率提高了八倍之多 零件的一次交减合格率 达到了百分之百 记得我当时在加工一个模段件时 是我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因为由于老的传统加工工艺呢 需要手动加工去完成 我当时就想 受控加工 为什么还要用繁琐的和复杂的劳累的手动加工呢 我当时就想打破这一常规 我当时是用下班的时间 每天研究到两三点钟 大概用了四五天的时间 终于把它完成了 我当时很高兴的跟父亲说 我父亲 我用了八分钟就完成了 父亲说 不可能啊 这个原来我摇了三千二十年 你就八分钟完成了吗 我带着师父 带着父亲 一起检验了我的成果 我当时父亲比较欣慰 师父比较自豪 我父亲说 他确实用了八分钟 完成了我摇了二十年的一个产品 虽然现在呢 时代在进步 然后科技在发展 我们使用的江工的产品设备呢 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但是我感觉那种老一辈的那种老荒牛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不可能丢弃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机械设备 它都会有一些生产制造时的都会有一些的误差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和机床去体验机床的性能 然后包括刀具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是把刀具的参数 合理性参数运用到最好 然后机床的性能 还有我们加工的材料 加工的材质 这些我们都需要融合贯通在一起 我们才能达到最高的标准 所以说光会使用机床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 才能把一个好的产品加工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